哈囉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的來和你們Garrity with me 分享我前陣子去日本買到的戰利品 但是我要先講我這次買的東西沒有很多 因為我去日本的開價呢 看 發現就8899好像都跟台灣藥妝點買的差不多 所以我這次去日本呢 買的東西不多以外 還全部都是韓貨 扯不扯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去一趟韓國 而不是日本 好 那其實我買的東西沒有很多 我部分搭配的是我近期收到的公關品 來和你們分享 品項呢我都已經寫來資訊欄了 有興趣們可以把資訊欄打開 好 那如果說你還沒追蹤IG的話 這裡可以找到我在我的IG呢 就是未來會有一些不知名的動向 對 這個我先買個伏筆 好 那上妝之前呢 我先滋潤一下雙唇 特蘭斯的美唇油超級好用 現在嘴巴上一層油 等一下要抹唇膏的時候 那個唇膏超級服貼 首先第一個呢妝前 妝前呢我們就要來說公關品了 那我收到的是Pony Eiffel他們家 這個是水透潤妝前防護乳 這個是滋潤版本的 他們那個清爽版本我超級喜歡 那就是小黑金妝前乳 這個是水透光 我愛到 誒快用完了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有很大的差別 滋潤度的部分 那因為我的皮膚在冬天呢 是比較偏乾的 我覺得這個潤度呢 對我來說非常的剛好 那味道的話呢也不一樣 金色這一支它是淡淡的花香味 那白色這一支 我覺得它聞起來有一點像 乳霜雪芙蘭的味道 好 那給你們看一下質地的差別 我們先來看這個是水透光妝前防護乳 它這個質地啊很輕盈很好推 而且推開之後啊吸收速度非常快 正常的一層它其實還蠻薄透的 那這個水透潤的話呢 很明顯它就像是乳霜的質地 它比較稠 你看延展性非常的好 跟這個水透光差很多 然後把它推開之後啊很明顯哦 它在你的皮膚上面會有鎖水的薄膜 然後是比較有潤度的 這一支非常適合放在冬天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新品妝前來上妝吧 它這個質地啊真的很像乳霜 是很輕盈的那一種很好推 然後半年完妝之後 皮膚馬上就是這樣哇嗚 有點滋潤度 但是又不會有黏跟悶的感覺 這一支我覺得如果是有性肌膚 放在夏天應該會有一點爆炸 但我覺得每個人的體感不太一樣 畢竟是新品 我還是很推薦你們可以靠專櫃試試看 可是因為我的皮膚在冬天比較乾 所以我覺得它的潤度對來說 欸 蠻剛好的 好 那我另外還有在收到Pony Effect的 寶石光水粉餅 但今天因為我有買其他的底妝產品 這個我想要再另外拉一集 帶你們走實測 那我現在想要和你們分享的是 韓國的底妝 Hinks他們家的粉底液 這個粉底它真的長得超可愛 本人我就是在現場的 被它這個包裝 哇 很抓眼睛 它主打可以創造貴婦肌 啊 我覺得它的妝感是真的還蠻貴婦的 直接來上臉給你們看 瓶蓋栽開之後呢 不講我以為我老花了 真的超斜超歪的 然後它的質地擠出來是這樣 有一點滑動性 觸感的很絲滑很柔順 還蠻輕盈的一個質地 延展性也很好 但它的妝面一樣很輕薄 但又可以讓肌膚你變得超細緻 而且我想跟你們說 它的味道破重 聞起來是很像洗髮精的那種香氣 那我們直接來上妝 現在臉真的是看似一顆小燈泡 超級亮的 但因為它的妝感也是比較偏 亮澤型的 所以好像也不會到底影響太多 喔 快速的把我的半邊臉鋪開 因為它的妝面其實也是呈現比較光透的狀態 雖然它很輕薄 沒有辦法遮蓋我臉上這一些痘印瑕疵 可是你們不覺得我整個肌膚的質感是有增加的嗎 對不對 你們看我的額頭啊 膚色不均啊 泛黃什麼的 還有暗沉 然後轉到另外一邊 膚色均勻了 這一個它真的貼到包 就真的很像自己的皮膚一樣 它雖然是保濕型粉底 但是它不會在我長時間持妝 而讓我的臉有大爆油的感覺 這一次我敢說 就是你是混合性肌膚 偏油的人我覺得也都可以用 如果說你喜歡這種光澤型粉底的話 你妝前再疊一個比較控油 或者說定妝做好就OK了 我覺得啦比較勸敗的地方就是它的味道 其餘的我覺得表現也都還蠻好的 好那今天的遮瑕呢 我想和你們分享兩個 一個是HIMS他們家的遮瑕膏 那這一樣也是我靠他們家的專規 摸覺得它蠻遮的 然後還蠻服貼 而且很水潤 所以我就腦波很弱 買了一支 它的包裝我還蠻喜歡的 是霧面的壓克力瓶身 它的刷頭是長這個樣子 底部是平的 稍微有一點點弧度 質地的話呢 摸起來稍微有一點點抽 但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那它呢味道聞起來也是一股洗髮精的香氣 但是沒有粉底液那麼濃 然後額頭的泛紅 跟痘印 這一支蠻好用的 用量不用多一點點 它很好延展 而且我覺得它超級會遮 如果你有去韓國 HIMS他們家彩妝品我覺得很不錯 我會想要再買其他的顏色 當初怎麼只買一支呢對不對 這邊有做黑眼圈的遮瑕 這邊呢沒有 然後還留一個大痘痘 我要來用Kite Beauty 小凱老師他們家的心情遮瑕 也非常的好用 好那小凱老師他們家的遮瑕膏呢 推了兩個新色 手背上呢五個顏色 你們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N0跟N1 它就是比較偏冷色調的遮瑕 那N2跟N3呢 看起來就是比較自然膚色 那一個比較亮 另外一個比較自然 那R2呢是橘的 那我們直接來示範 我先用N3來遮瑕我的黑眼圈跟痘印 超遮瑕的對不對 還有一點點淚溝 等一下我們再用N1把那個淚溝蓋掉 拍一拍拍一拍 下次就不見了 再來用N1去提亮我的淚溝 點個小小的三點 你們看我的淚溝 是不是被蓋掉了 八九成了 接下來定妝的話 我用到的是Romane Romane這個是我在日本買的 但是我當初會買它是因為呢 WOW Romane這個牌子呢是韓國嘛 可是可是 它寫HONLY IN JAPAN 我就覺得很欠買 我跟你們講 有經過日本有看到它可以錄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用 它的粉超細的 然後可以做到非常完美清爽的定妝 又不會有泛白感 裡面呢是有一個小小的粉撲 但我覺得這個粉撲很難用 因為它太小了 所以我們直接來用自己的刷子 你們看我臉上這個光 沒了 它會讓膚質狀態變得很柔焦 然後是霧光霧光的效果 又可以做到清爽定妝 現在真的是超級零沾黏 一根髮絲都不會黏的那一種 好那接下來呢是眉筆 今天我的眉筆想要用HIMI他們寄給我的 三用眉筆 那它總共出了四個新色 我今天想要用的是 杏棕色 那他們家這個三用眉筆呢 我覺得很像變形金剛耶 一支有三種用法 第一個呢 旋轉筆心的地方 它是這樣 自動旋轉的眉筆 第二個 它有螺旋眉刷 第三個 它有眉粉 然後我覺得它的顯色度 出色度還蠻高的 但它的筆心比較硬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 輕易出色的眉筆 或許這一支是真的可以考慮 然後啊 也是很抗暈 我覺得HIMI他們這一支真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以前我用到他們家的眉筆覺得很容易斷 但這一支它的筆心就明顯比較寬 然後比較硬 所以它斷的機率很低 他們家眉筆其實我覺得還蠻有CP值的 但是以我目前用過喜歡眉筆的標準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畫起來會讓我覺得 眉毛的銳利度很高 目前為止的話就是覺得 OK 無功無過 眼影的話呢 我這一次在日本買了兩盒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無聊喔 因為都是比較棕色落色的 那先是這一個 ROMMAN他們家的十色眼影盤 然後它是二號色 就比較日常的顏色 因為我想說買這種東西 就是想買自己比較實用或常用的 所以那些看起來比較花跳啊的眼影盤 我就沒有入了 那再來我還有買ECEL他們家的 四色眼影 那這個算是補貨啦 你們看這個SR05 我已經把它用到 見鐵皮了 我不知道我這個個性是怎麼了 只要有一到兩個眼影見到鐵皮 我就會覺得這整盤好像 嗯 所以我這次去了日本 就順手抓了一個SR03 這東西在台灣也買得到對不對 但是因為日幣最近很便宜嘛 所以在日本買超便宜 SR03它的顏色呢就是比較 裸中的感覺 更質性更好看 今天我們要用的就是ROMMAN這一盤 10色眼影 我也是在現場摸呢 被它的粉質嚇了一大跳 怎麼會這麼這麼的絲滑呀 我隨手刷四個質地給你們參考喔 這個是霧面的 它的顯色度超好 你看這只有一個刷色喔 一層而已 非常的好延展 然後這一個是絲絨的 你看也是超級好延展 而且它還可以再繼續往上刷 哇 這個亮片的質地比較濕糯 它還蠻服貼的 好那再來這個是大大大大大亮片 這個我覺得應該會很少用到 除非有什麼 呃化妝舞灰 第一個顏色呢 我想要用這一顆霧面的眼影 它是淺咖啡色的 然後我手上這個刷具呢 是小凱老師的新刷具107 它很適合拿來做各種暈染 這一支刷具 上眼影的感覺非常的溫柔 不太會有色塊感 那也剛好這一盤顯色度很高 所以我們上的量就不用多 因為本人我就是走一個 比較淡妝派的概念 就它上在肌膚的觸感也非常的綿柔 不會紮皮膚 喔對 其實我還有收到小凱老師他們家的真果盤 我想說 在初一集和你們分享這一個 我先講的是我的戰利品 這個我在早幾天還沒分享 第二個 我想要用這一顆 比較肉桂中的顏色 疊在我的眼尾 魚粉我一樣會這樣拉到下眼睛 第三個是這一顆 琥珀中的珠光眼影 Roman他們家這個珠光眼影 我覺得不太肥 所以用刷具上很ok 但是亮片的話呢 就必須要用手了 再來呢我想要沾取這一顆 它是香檳精的珠光眼影 然後啊我要點在我的眼頭 跟臥蠶 它超亮的 有點淚光閃閃的感覺 我想要再用我的手沾取一點這一顆 比較像青銅色的亮片眼影 然後啊我要點在眼皮的正中央 其實我覺得這種大亮片的珠光啊 如果沒有上好的話就真的 看起來會比較粗糙一點 最後呢我要再沾這一顆米色的霧面眼影 畫在眉骨這個地方 讓這個眼影可以更好的去融合在我的皮膚裡 覺得好像可以再畫一點點霧纏的陰影 結論就是這一盤呢可有可無 可以取代它的眼盤太多了 然後它的亮片 基本上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的實用 除非你喜歡那種大亮片的眼妝 接下來呢是眼線 我要用的是這一個 同色系愛杜莎他們家的絕部失手眼線膠筆的9號色 筆心超級軟出色度非常的高 基本上也是蠻抗暈的 我覺得這個眼線啊 顏色好淡喔 我比較喜歡深一點的 所以我打算 放棄 可能跟我今天眼影的顏色太像 所以會覺得好像畫了一個陰影 那我換這一支 Maybelline他們家的眼線 今天的睫毛膏呢我準備了兩支 就是一支是Roman他們家黑色的睫毛膏 另外一支是MOOD他們家的睫毛膏 這一支呢也是黑色的 但其實我一開始入的時候 還以為它是棕色的呢 這兩個睫毛膏呢我都實際試過 一開始呢大家推坑我的 是這一支MOOD他們家的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試到一個更好的 就是Roman 這一支它刷長的效果太美 好那我們先來看Roman這一支刷頭 它的刷頭呢是螺旋狀的 而且它稍微有一點點捲翹度 因為它這個刷頭還蠻細的 所以它可以帶到角落的毛 像我這樣簡單的刷上一層 睫毛就會有明顯的纖長感喔 有沒有 那個纖長感非常的自然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膏體 就是你重複堆重複疊 它都不會結塊 不會有蟑螂角 反而可以越刷越長 這是第二層 等它乾了之後再刷第三層 好我現在第三層刷完 你們看我這邊的睫毛 根根分明而且還非常整齊 這完全不用夾子捏著去整理欸 好那另外一邊呢 我要來上MOOD他們家的 那給你們看一眼 MOOD他們家這個睫毛膏的刷頭 我感覺它的齒酥呢 根根分明的效果 比剛才Romane還要再明顯很多 他們家睫毛膏一樣是一層 就可以看得到纖長度 但是我覺得它拉長的效果 沒有Romane他們家 那麼那麼的明顯 這樣子是一層 妝感也蠻自然的 它的纖維呢 會砍膝會 就是往上堆疊 所以睫毛看起來就還蠻長的 但我覺得它會 在持妝的過程中呢 會掉些許的纖維 所以相較下來我比較喜歡 Romane他們家的睫毛膏 但MOOD這邊 刷長的效果也不錯 這樣子是兩層 也蠻自然的齁 大概刷到第三層 它會越來越纖長 可是你持續去觀察它的毛流 會覺得喔 稍微有一點點bit hair 它那個bit hair 就是我們在持妝的過程中的纖維 會往下掉 我兩邊的睫毛膏刷完了 感受一下這兩邊的妝感 是不是不一樣 以纖長捲翹度來說的話 它們兩個都有達到我心裡面的 標準跟需求 那以乾淨還有整齊程度的話呢 Romane這邊大獲全盛 你們看它這個刷起來的感覺 是不是超級像自己黏上去的 那MOOD這邊就稍微軟一點了 然後你看刷長之後 它會有點bit hair 然後會有一點點就是 蟑螂腳的感覺 那講到長時間持妝呢 基本上這兩隻它們都不會暈 垂降度的話呢 Romane會垂 但MOOD這邊不會 好那腮紅的話呢 我想用這一顆 鉛筆她們家的小花 這個是15號色Pansy Pop 帶一點血色 打亮一樣也是Romane她們家的 我都是買Romane比較多耶 這顆打亮我好喜歡 它是香檳精但帶一點點古銅色的感覺 超級融合在我們這種黃皮裡的耶 它的粉很細你們看 粉超細的 正常使用不會去顯肌膚紋理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妝感看起來就是透明透明的感覺 你看我現在整張臉的打亮完成之後啊 就整個妝看起來又更透亮了 好那最後呢是唇彩 我入的一樣是Romane她們家的 這個是唇釉 然後我入的一個是比較棉花糖的顏色 軟萌軟萌的 另外一個呢 比較紅棕色的感覺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軟萌的顏色 它其實就是很漂亮的 無花果色 它的妝感呢很像是那種七光唇釉 那這一隻是紅棕色 薄圖厚圖都非常帶氣場 先來試這個4號色 這個4號色我覺得它超級體亮七色 我抹完之後啊 我看旁邊那個小螢幕 我覺得我的膚色好亮喔 我大概等個幾秒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轉印效果 以它的光亮程度來說 它的轉印有但沒有到很多 然後嘴唇上的顏色呢 還是頗濃厚的 所以它的持妝度我覺得以它這個妝效來說還不錯 甚至你吃完飯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點點染唇 所以基本上啊 嘴唇上的那個顏色調光光 還是可以保留一點血色在我們的臉上的 正常塗抹的妝感呢 是長這個樣子 非常憨的無花果色 你們看我皮膚蠻黃的 但你們看抹上去之後啊 一樣我旁邊的小螢幕 超亮我的膚色 這兩個顏色都很好看耶 都好提升黃皮喔 如果說你沒有興趣的話呢 4號色跟12號色是可以參考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包裝很好看耶 它是果凍然後壓顆粒的材質 拿出來補妝的時候心情會很好喔 大功告成今天的妝 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尤其底妝的部分我非常的滿意 而且它一整天持妝下來啊 就是會冒出淡淡的油光 而且光澤感非常的均勻 而且底妝很貼又不會暗沉 好那今天的分享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買的 有小小部分是公關品 那下一集的話 我可能會開箱一些你們比較感興趣的 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衣服我有 甚至我有去買的話呢 我就會在那個影片中錄出 好啦 希望會喜歡這次的內容 如果是你們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按個like 更多的生活動態都在IG 記得追蹤 因為接下來有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我還蠻期待的 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